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这个家常菜 就是煎鱼饼 或者你可以叫它 煎肉饼也可以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 鲁鱼膠4两 搅碎半肥瘦猪肉4两 芫荽和葱 每样2条 还有一个调味料 就是生抽和粟粉 割2茶匙 盐、糖 割3分1茶匙 还有胡椒粉 和麻油少少 材料就这么简单 我们平时 买来买去都是 不外乎猪 牛、鱼、鸡 那几样 只要我们花点心思 就可以将 很普通的食材 变成一碟 很美味的菜 今天我就很简单 只将芫荽葱 切碎了 加上调味料 全部拌匀 是这样的 你们也可以加自己 喜欢的食材 例如虾米、冬菇 加上都可以 切碎了 今天我就简单单 就算了 好了 先处理材料 好了 材料处理好了 将芫荽葱和调味料 拌匀 鱼肉和猪肉 拌匀 变成这样 搅拌匀 就要顺一方向 它的黏性就会大一点 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来 煎鱼饼 鱼饼 用羹做成一个顶形形状 防止黏住鱼肉和猪肉 羹也要放少许油 油就热 用2个匙羹做成一个顶形 放入鱼肉 小火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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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下 它上面 放入鱼肉 放在鱼肉 翻转一翻 已经煎至金黄色 现在可以开中火 煎2分钟 煎至两边金黄色 煎至另一面已经是金黄色 煎至1汤匙 煎至1汤匙 煎至1分钟 上碟 冰凉 超饭的鱼饼锅 炸泰式的鸡酱 酱汁来炒 今天这个煎鱼饼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不妨试试